日本家庭料理 大家好,我是MASA 啊,这一次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很好吃的日本家庭料理 它叫肉酱,中文叫马铃薯肚肉 那这一次我介绍的饭是 我妈妈之前就常有做过的 然后我小时候很爱吃的这个料理 所以啊,做法不会很难 然后用到的材料也不是很复杂的 很好吃的料理 那就我们开始做 如果这个动作不太习惯的话 其实你可以用这种削笔刀 我妈妈其实我记得没有花那么多时间 一颗一颗弄起来的 我小时候吃的那个马铃薯 还是那个马铃薯的部分有点碎掉 所以这个看各位 你要坚持一颗一颗处理 或者是就直接大概这样切 然后煮都可以 没有一个固定的 就开心煮就好了 好,那接下来肉的部分 这一次我会用这个牛肉片 它是比较薄片 那看你想要用厚一点 还是你要用猪肉 也是可以 看各位习惯用的肉都可以用 这一次我会用砂糖 这个肉弄成嫩一点 肉片碰到那个糖 肉就变成软一点 如果怕那个肉煮起来太硬 你可以先把这个糖放进去 然后拌一拌 腌一下 跑掉 要是什么 胡椒 大蛮 还想要把牛肉片放进去 然后煮出来 骨肉就好了 吃 肉片 撒 太 稠 很想要 一 intermedi 这是 小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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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